我們來看這個鴻海新聞 鴻海所好回答就是NVIDIA的伺服器的大單 鴻海伺服器對不對 都在講鴻海伺服器 那鴻海到底有沒有做伺服器 你必須有能力解讀 不然你看這個要幹嘛 你看你有什麼用 它到底伺服器在那營收多少% 這比重到底夠不夠 你必須有能力來解讀啊 懂意思嗎 那沒有你看這個有沒有用啊 你以為鴻海做伺服器 你買進去就夠股價又長不動 好 這個今天的新聞說 鴻海說啊 話說一說 劉揚偉說啊 這個鴻海是唯一 唯一有一家做伺服器啊 怎麼樣 可以啊 有這個解決方案的一個共識 哎呦 那這麼厲害 那鴻海跟伺服器的關係不就很密切嗎 嗯 那如果這樣你會 AI伺服器你為什麼不買鴻海 那你買沒用鴻海沒漲 對啊 你發出新聞那最後鴻海沒漲 我們看鴻海走勢 今天晚上三線跌破轉空 高檔出現五個賣出訊號 所以你發現這段線很多利多 可是沒有用啊 掛掉了嗎 不是嗎 五個賣出訊號 對 這樣你會去買鴻海嗎 不會啊 那你是哪兒細細細把它解讀這個 AI在世界上 我們看一看 好 鴻海本身其實也是 AI伺服器概念股 那去年一整年做伺服器 營收是1.1兆 AI的伺服器不一樣 伺服器跟AI伺服器不一樣 AI伺服器營收是2200億 那去年它整個營收是6.6兆 2200億除以6.6兆 是3.3% 也就是說 AI伺服器佔鴻海的營收比重是3.3% 比重太低了 懂意思嗎 所以它也是AI伺服器概念股 它還在前 我才是可以解決 整個AI伺服器解決方案 只有我這樣說 問題是比重太低了 這樣懂意思嗎 3.3% 所以你看這一波 AI伺服器的漲洪海好像沒什麼關聯 原來比重太低了 所以你光看新聞沒有用 你沒辦法解讀沒有用 你變成出貨對象了 張宇明婚姻師在YouTube頻道裡面 搜尋的關鍵字 然後完成訂閱按小鈴鐺就可以 持續來觀看追蹤張宇明的YouTube頻道 請問我